轰脚不落地,可怕的力量冲击至地面,青砖铺就的石板轰然碎裂,化为无数碎石建设向四面。 无缘翻滚泄力,闪电般避开向另一侧。 兵器都没了,这都是你自找的,去死吧。 兽医高寿青年目光锐利,杀意滔天,抖动大锤,步伐迅猛,闪电般朝桃窜中的无缘追杀来。 这一锤,看似随意,实则威势惊人。 咻,咻,两剂飞刀,如若闪电般自无缘掌中击射出,直射向兽医高寿青年。 速度之快,令人惊骇。 哼,雕虫小技。 兽医高寿青年双锤舞动,在半空中轮圆,竟同时砸中两柄飞刀。 砰,砰,约海数万斤距离的飞刀瞬间受到阻碍,各自偏向一侧。 其中一柄飞刀射穿了大树枝干,令其轰然倒塌,另一柄同样将院墙射出了一道大口,尘土飞扬。 而兽医高寿青年的速度同样受阻变缓。 哐,无缘则终于翻滚泄力,猛然抓住了阳龙被绷飞在一旁的那柄开山刀。 一跃而起,持刀而立,和兽医高寿青年遥遥对峙。 以为换了件兵器就能赢我。 兽医高寿青年手持双锤,闲停信步,冷漠道,兵器只是辅助,况且想熟练使用一件兵器,必须要很长时间慢慢练习才行。 这是我师弟的刀,你刚刚拿到手,又能如何? 兽医高寿青年盯着无缘,以言语不断打击对方信念,是高寿战斗常用的一种方式。 战斗从来不是纯粹的力量招数强弱定胜负,战斗意志临场发挥同样重要。 没想到,在小小的离城,竟会碰到一流高手。 无缘声音沙哑,青铜面具下那一双眼眸带着无穷战意,你,值得我动用真正的兵器,更值得我动用全部实力。 噼里啪啦 只见无缘浑身筋骨轻微乍响,在兽医高寿青年震惊眼神中,无缘从不足一米七高,眨眼间就变成了一米八高。 一鼓 兽医高寿青年有些难以置信,你刚才和我的战斗,是在一股状态下进行的。 一鼓,兽医高寿青年不感到陌生。 像他,身为一流高手,即使做不到内饰,可对身体掌控程度极高,也能小服一鼓,只是没有无缘这么夸张。 只是,正常的身体状态,通常最适合舞者战斗。 一鼓情况下,舞者的实力会大打折扣。 须知,刚才的无缘就很强,现在恢复正常身高骨骼,实力只会更恐怖。 一鼓又如何? 增幅的实力也有限。 今日,你必死无疑。 兽医高寿青年眼神冰冷,不过,遇到你这样的对手,很难得。 为表示对你的尊重,我也将动用最强实力杀死你。 兽医高寿青年不敢有丝毫轻视。 话音落下。 轰,轰。 兽医高寿青年挥动大锤,空气都隐隐发出锐笑声,闪电般杀向了无缘。 速度更快。 大锤威势更恐怖。 而且,他的锤法也变了。 若说之前的锤法是大开大合,每一锤都历尽极致,那现在就是连绵浩荡,生生不息。 枪,只是我应对群战的兵器,我最擅长的是刀法。 无缘死死盯着那袭杀来的大锤。 他战意也极强,只觉浑身热血沸腾。 无缘,前世在人类联邦遭遇过的一些武道宗师,不亚于这兽医高寿青年,有些实力甚至更可怕。 但是,无缘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死战斗,只觉刺激到极点,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生死间,有大恐怖。 生死间,更能最大程度激发生命潜能,这是任何训练和比武都不能比拟的。 立即三重,杀。 无缘浑身皮,筋,磨,骨同时振战,仿佛统合归一,真正化为了一个整体。 脊柱为核心,四肢百骸中涌现出源源不断的劲力,加持到了双臂,双腿上。 身体潜能,飙升到了最巅峰状态。 滑,一记厚重如山的刀光亮起,挡住了那轰击而来的恐怖大锤。 砰。 即使戒势引导向一侧,三重进到合一的无冤,已然爆发出六万劲力量,依旧感到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力量冲击而来,浑身气血沸腾,几乎抓不住手中开山刀。 整个人轰然暴退,轰然将背后房屋撞得垮塌,无数木块砖瓦飞溅,近十万斤距离。 吴渊为之震惊,轰然冲出砖瓦堆。 坑,他来不及多想,又是闪电般一刀和大锤碰撞,这一刀却是轻易抵挡了下来。 五万斤力量? 吴渊瞬间明白,这名兽医高寿青年, 竟是掌控了力疾二重,虽不太熟练,可依旧能关键时刻爆发出两重劲道。 力尽翻倍,那便是十万斤距离。 何等恐怖? 力疾作为对身体掌控程度极高后的特殊发力技巧, 微能恐怖,但对身体的负担也极大, 只能作为杀招,轻易不可施展。 施展过多,轻则休养一段时间,重则立即而亡。 砰,砰砰,一道道锤影,疯狂到极点。 撕裂空气产生刺耳声音,为事相比之前和纸墙上一筹。 吴渊遂被轰击的不断后退,依旧抵挡住了。 两大高手的疯狂战斗碰撞,紧挨着的一座房屋垮塌。 那一面院墙在他们面前仿佛纸糊的,也被波及轰然倒塌。 一些尚未逃远的猎虎帮帮众,东目瞪口呆望着这恐怖的战斗, 这超乎他们的想象。 眨眼功夫,双方就碰撞了足足58次。 兽医高寿青年,手臂上多了两道伤口,可都只是皮外伤, 肌肉发力轻易止住了鲜血涌出。 越是交锋,他心中越惊。 此人哪里冒出来的,实力未免太惊人, 我足足施展五次力极致刀,竟然都伤不到他。 他的刀法太恐怖,简直完美无缺,我明明更快,却先受伤。 若非有保甲护体,说不定已经死了。 兽医高寿青年心中震撼,他是真有六万斤力量, 还是达到了世尊口中的刚柔病剂之境。 越想,他越心惧。 况且,五次施展力极之刀, 兽医高寿青年都感到身体的虚弱,仿佛被掏空了。 对身体损害太大,敌不过,走。 兽医高寿青年猛然一锤爆发,速度陡然提升竖程, 狠狠砸向吴渊,脚步却是虚叹,就欲跃上房屋逃窜。 吴渊四栋穿他的心思, 受我一刀。 只见吴渊不退反进,身影几乎彻底模糊, 一刀刀可怕刀光亮起, 披向了兽医高寿青年。 一刀连着一刀,一刀强过一刀,千山刀。 这是吴渊前世杖之站在人类联邦五道巅峰的最强刀法, 叙事而发,调动浑身筋骨,皮膜精神, 达到最巅峰,可以瞬间辟出多重刀光, 刀一叠加,如山苑威鹅不可汗, 顾名千山。 这一刀法对身体负荷极大, 轻易不可动用, 前世的吴渊,身体素质达到最巅峰后, 最高可批出29刀。 而今天, 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施展千山刀。 一瞬间, 足足17道刀光批出, 坑,坑,坑。 一连串兵器碰撞声音, 兽医高寿青年拼命下, 竟抵挡住了前十五刀。 第十六刀, 兽医高寿青年避开了脖梗要害, 刀光却是透过护臂和软甲衔接缝隙, 瞬间从他的肩膀触划了下来, 一整条手臂瞬间被切割了下来。 阿兽医高寿青年剧痛下一声惨叫, 大锤掉落, 整个人气势大减, 鲜血淋漓。 逃。 兽医高寿青年之生死只在一瞬, 拼命向后暴退去。 可第十七刀依旧袭杀来, 竟是不偏不已划破了兽医, 划过了贴身软甲的环扣衔接处。 碰衣衫炸裂, 软甲也轰然碎成了树块, 一匣子同样从软甲内层掉落。 一道可不伤口浮现在了兽医高寿青年胸口, 鲜血直流。 他根本不敢浪费时间去抓那木匣子。 呼! 浑身淌血, 赤裸着上身的兽医高寿青年飞速逃窜向远方, 速度快得惊人。 今日之仇, 来日必报。 阁下纵然逃到海外三周, 也别想逃掉。 兽医高寿青年声音中蕴含无尽恨意。 他如何不恨? 断一臂实力大减, 更遗失了重要宝物。 这一趟亏大了, 将来寻仇。 吴渊眼神冰冷, 气势滔天, 目送着对方离去, 却为追杀上去。